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 不只做吃 还要做出品牌 让台湾小吃走出去 位于台北市民下路的干单 简单 食堂以麻花卷取代割包 不仅坚持真实材来争食材 还找来发食 西式厨师设计餐点搭配 独创混合国外元素的台式素食麻花卷宝 以大口咬炸去的扎实和层次感 总能带给第一次品尝的顾客惊喜的满足感 干单食堂虽然开业仅一年多 但老板李启荣 其实就是在名下夜市赫赫有名的李长博的儿子 凭借着家中经营李长博30年的餐饮经验 干单食堂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传统台湾小吃中添加新元素 招牌的麻花卷宝 从传统的梅干扣肉 带有日式风格的照烧梅花猪 鲜下芦笋到羊派的墨西哥鸡柳 还有新推出的糯米肠 不夹香肠 而是改搭黄金泡菜或卤味花生 李启荣说 单纯的割包已经太多 相较割包口感比较红 麻花卷包的口感更扎实 更有弹性 包满度不同 整个味道还会带有一点盐味 多口味的搭配 则是请法师料理厨师及二楼餐厅的厨师设计 因为他想做品牌 厨师们想做美味的产品 就让树叶有专攻 李启荣介绍 店内最巨人气的照烧梅花猪麻花卷宝 是在麻花卷中加入大量照烧猪肉 番茄热式美奶滋与无毒水跟菜 且麻花卷宝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都可 以加起司 二次发酵 加老面滴麻花卷本身带有一点咸味 搭配照烧肉的姜 热式美奶滋的甜 番茄的酸 和菜的清脆 最后起司的黏度 还会让整个味道口感跳出来 让味道更有参差 而店内最自豪的就是对食材的讲究 虽然麻花卷宝一颗要价70元到80元 但李启荣说 他们麻花卷宝是找30年老店做的 鸡肉只用源于牧场的黑鱼土鸡 蔬菜来自桃园的无毒水耕 饮品是水果冷牙萃取原原意 不是一次掉出来一大桶那种 且坚持用真的来锁住食材的原味 所以成本相对也高 但都尽量定在让民众能接受的价格